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昨晚亲以色列人士对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发动的反制行动 双方发生冲突 加州主长纽森今天首次针对这些示威作出回应 纽森今天发表声明谴责昨天晚上在洛杉矶加大UCLA发生了暴力事件 他说法律很清楚言论自由不能在校园延伸成暴力破坏目无法纪 那些参与非法行为的人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包括刑事起诉停学或被退学 州长办公室还发另一个声明 昨晚洛杉矶加大校园执法反应有限而且延迟 这是不可接受的 一旦明确需要州府援助来支持当地的应对措施 州长办公室立即向校园部署了加州公路巡警 根据现场募集者 昨晚十点四十五分爆发校园冲突 但是没有警察出现 有人打电话给洛杉矶警察局 但对方说没收到洛杉矶加大校警的要求 一直到今天凌晨 加州公路巡警才进驻校园